那這個團隊其實最重要 除了我們前面講 資歷完整之外 我剛才算了一下 平均年齡四位 秘書長加三位副秘書長 平均年齡是31.5歲 其實因為我是個工程師 回頭想想 其實從以前選舉到現在 工程師其實想要做的就是 發現問題 那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選舉或政治 不外乎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是以戰戰兢兢的心情 接下這一份職務 距離明年的大選只剩下134天 我相信我們這個團隊 不會有所謂的蜜月期 我也會與所有的同仁一起努力 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 用最快的速度 用最好的狀態 來爭取選民的支持 讓時代力量成為國會的關鍵 我也非常的這個期待 2020的選戰 我們能夠在永明的待遇之下 有一個好的成果 那我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說在黨需要我的時候 我一定會意不容辭 不管以任何的形式 我一定會 就是說來跟大家一起 然後來協助大家 來反應這個選戰